这刚穿越就要被饿死了吗 这宁国府为了这秦大小姐的婚事 也真是操碎了心 听说秦家此番以文选序 不看绅士不论文位 只要这诗文过得了关就可以 虽然宁国府好 但那位秦大小姐就是个女魔头啊 竖起来她身高八尺 腰围也是八尺 刚开始也有人上门提亲 结果被这秦大小姐知道后 当即把人逮住了 揍了个鼻青脸肿 往后便再无人敢去提亲了 这前身居然是家徒四壁的穷书生 考好几年却连童生也考不上 最后居然活活饿死 这也太悲催了 那里人多热闹 应该有什么吃的 今与秦家再次的目的 诸位想必都已知道 秦我也不废话 凡能对上次连者 即可上我秦家画坊 在原主的记忆里 这个世界到处有文会 我若能对了这个上连 上了这艘画坊 想必是能随意吃画坊上的那些食物了 冰比冰水冰 第一个冰指冰块 第二个是冰水 第三个是冷 冰块要比冰水更冷 好难的双连了 冰比冰水冰 铁上铁锈铁 冰块比冰水更冷 铁块自然比铁锈更硬 妙 真妙 这人对的真确 此人是谁 也只有这种穷书生 才不怕死 想要去做那秦大小姐的丈夫 这位公子 情商画坊 我认得他 他不就是柳夫子叔叔的那个江涵吗 此人头脑愚笨 考了几年也没考上童生 人送外号江呆子 哦 原来是他 连童生也考不上 难怪赶上画坊 毕竟要是真的能入赘了这宁国府 从此一世无忧 一个精美宽敞的包厢里 坐着三四位身穿如山的老者 却是此次宁国府请来的评判 揭示着于梦城里德高望重的财学之事 这位公子贵姓 在下江涵 原来是江公子 江公子这下连队的极妙 当为我亲家的座上兵 江公子看着年岁不过十八九岁 却气语不凡 轻描淡写的对上了我处的这个上连 以公子如此才华 刻不参加科举 去谋一个官身 江公子 江公子 你刚说什么来着 我问以公子之才 为何不去参加科举谋个官身 这话不是出别人心窝子吗 前身又不是梅居客考过 关键考了几年都没考上 难道要我说我连童生也考不上 这得多丢脸啊 花飞花舞飞舞 夜半来天明去 来如春梦不多时 去世朝云无秘处 人生如朝露亦如春梦 安能催眉折腰是权贵 使我不得开心眼 科举做官将某不屑为之 此字这份心血 已胜过了这云梦尝密的大多数如生 人生如朝露亦如春梦 此字对人生体悟 比老夫还要神 这诗句只怕便是四大才子也写不出来 看我这一道题目 江公子能否再作诗一首 好词好词 以此词之水准 斯字的才华不逊色于云梦城四大才子 称得上为假上 秦老爷 我等才书学浅 京都的钟离大乳 无日便将抵达云梦城 或可请钟离大乳 挺见赏西一份 既然四位评判都觉得此词极好 那便行了 那今日选叙师会的魁首 便是这个人了 秦中越想就越兴奋 没想到今日竟能捡到一个宝贝 得赶紧将这门婚事确定下来 省得这小子跑了 我乃秦家家主秦中 这选叙文会的魁首便是你了 秦奋带他回秦家换套衣服 并好吉日与牧卿成亲 等等 这是选叙的文会 此次文会的魁首为江涵 他也将是我宁国府的女婿 我只是为了填包肚子才来的 怎么就莫名其妙成为了什么宁国府的女婿 等等 秦老爷 江某其实并不知道这是选叙文会 还请秦老爷另选他人 谁知道宁国府的那位小姐长得怎么样 是美是丑 是老是小 哼 这么说来 小有到这里来是来消遣老夫的了 这江涵居无此意 你既已成为这场文会的魁首 就容不得你反悔 千万把他带回府里 哪有这样的强迫别人结婚 什么 石 江涵 他是谁 袁彬英亭 他们几个都让我做的生活不能自理 此次我也不担心他们会参加爹爹搞出来的文会 但这个江涵又是谁 怎么突然间就杀出来了 小姐 此人事与梦常的听说是个十足时的呆子 也不知怎的 机遇不仅对上了那副上帘 还做了一首词 就连老爷起来的三位夫子也赞不绝口呢 老爷已经请人看了日期 要小姐与那江涵成婚呢 真是失算了 怎么就没想到会突然杀出这么一个人 这下怎么办 让我嫁给一个没见过面的叔叔 我 我才不要 小姐 清平打听到那个少年不仅很有文才 相貌也不错呢 就连四位平派认为那少年的才华不属于梦四大才子 才华好又有什么用 本姑娘一看到叔就浑身头疼 要不咱把那个人揍一顿 把他揍跑 小姐 你再叫人揍跑 老爷可真的生气了 万一老爷再想跟袁家联姻怎么办 那可不行 云彬那个混小子 本姑娘说他为徒 他却想欺失灭族 实在可恶 我高高兴兴说他为徒 结果这次却想睡自己 这种婚事老爷已经当众宣木 倘若小姐反悔 岂不是让老爷下白台 再者嘛 那江寒入坠过来 还不是让小姐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可比小姐嫁出去好得多 走 找他去 看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怎么说 老爷 这江寒的身世未派人查过 祖上三代都是云梦成的人 本本愤愤的读书人 他爷爷是个秀才 父亲造势 至于江寒 至今连童生也不是 但这次的表现与往常截然不同 看若两人 实在令人诧异 你可记得我大鱼的那位不一宰相 53岁时才考上了童生 但那位为不一宰子的人生 却跟开了挂椅 一路考上秀才举人近视 最终做到宰相的位置 成为一个传奇 既然他身世清白 那就行了 挑选个吉日便举行婚礼 老爷 又不再仔细考虑一下 我知道你的顾虑了 我与钟离大儒也有几分交情 那明日 我便去见一见钟离大儒 请他考究考究这个江寒 那手摸鱼 在鱼梦湖派引起了多大的轰动 江寒并不知道 虽然也不知他的名字 短短半天 便随着那手摸鱼传开了 江寒脑海中 不禁浮现出一个画面 新婚之夜 自己被一个两三百斤的女人 安在床上自以望违 只能无理的哀嚎 一想到这个 他就激进进地打了个寒阵 不行不行 我得想办法退了这门七十 这真是豪宅当中的豪宅 这要是入坠宁国府 这辈子都不愁吃喝了 想尽荣华富贵也没问题 大丈夫声居天地间 岂能欲语酒居人下 那个江寒住在哪 我要见见她 探探她是个什么模样 这不会便是我要娶的那个混世女魔王吗 听着声音虽然好听 但语气中充满吃着一股骄傲 看来这位大小姐 果然和传闻中一样性格泼辣 可这么性格泼辣的人成婚 之后肯定少不要施苦 想办法当面激怒她 让她主动退了这门婚室 这哪里是什么身高八尺 要为八尺的混世女魔头 这分明是一个角色美人 你就是昨日血续文会的窥手 那个江寒 倒非说这人见眉心眼英俱潇洒 而是这人那双眼睛折射出的神韵 并不是那些文弱书生 反倒像一个宝金沧桑的剑客 带有一种世人心魄的力量 哼 越漂亮的女孩子就越不好惹 尤其是生在豪门师家的女孩子 势必性子高傲 在家便是江寒 别的男子见到我 不是一脸谄媚 就是微微缩缩 这人竟然安然自若 嘿嘿 必定是装出来的 看我不把你下得原形毕露 替滚尿流 就是你要跟我成婚 我要是说不想成婚 他不会拍死我吧 大丈夫升居天地间 李英秘良缘 亲 亲大小姐神功盖世 一统江湖 千秋万载 江寒能与秦大小姐成婚 是前世修来的福分 愿与秦大小姐皆为连离 互为鸳养 此生永不分离 老爷 老爷 大小姐见着了江寒 动手劈碎了一张十凳子 不好 这女女还不知道 自己如今的名声吗 整个云梦唱谁敢去的 江公子见了小姐一掌 劈碎十凳子 不仅没有逃走 还当场便了白了心意 他说 愿与小姐皆为连离 互为鸳养 此生永不分离 这小子 当真这么说 的确如此 那小子 难道正好喜欢这样的 既然如此 那就按计划 先去见钟离大儒 多年未见钟离大儒 风采如戏 宁国公别来无恙 两人当年在京都 有过一些教寝 事早宁国府 日中立府也不远 不过情众无心权力之争 早早便被抬斥出 京都的权力中心之外 几乎便剩下了 宁国公这个虚险 后来 更是举家歉意到 这千里之外的 云梦城来 从此两人就断了联系 按理说 即便自己来到云梦城 秦仲也不会这么快 就来拜访自己 难道他得知了什么消息 宁国公如今 虽然没有什么影响力 但秦仲的哥哥 秦国公秦镇 确实手握事权的 或许他是从秦镇 那里听到了什么风声 秦某近日 恰巧得到一首诗词 觉得甚是喜欢 今日钟离大儒在此 正好请钟离大儒 品鉴品鉴 哦 什么诗词 这上面是一首词 乃云梦厥子所作 请钟离大儒过目 敢为先生是 我来太学府府君顾清秋 大儒有三大顶级学府 郭子健郭学府 以及太学府 大儒即尊儒等 太学府府君 本就是身份极为尊贵的 建皇帝亦不用行礼 这一个郭学府的前府君 一个太学府县府君 连魅而至云梦城 难道要发生什么事 好词好词 此词必应传誓 好词 忠于兄这词 只怕你也未必写得出来吧 情众兄这词是出自何人之手 情众不禁大惊失色 他是知道这词很好 但好到什么程度却不知道 未曾料到 两位大儒竟会给出这么高的评价 此词是清和 呃 是我的女婿江涵所写 这到底是个什么事件 没想到其母亲竟然能做到 凭空击碎一张十凳子 想要答案就从这里开始吧 当今的王朝教大于 立国九十七年 如今是大于朝的第四位皇帝 辉明帝 年号文德 辉明帝登基 极重儒道 打破了以前儒士道三教砥礼的形式 儒家的发展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这个世界的儒生并非文文弱弱 只会知乎知也的读书人 而是一个剑术高明的高手 其武力之高的可怕 当然 这里的儒生指的是明门是家 或国子剑所培养出来的儒生 谈门是没法学武的 也难怪秦大小姐武功那么高 因为大于崇尚文武结合 练武的人不在少数 只是这如今的宁国功便指一个虚弦 听着好听 但其实没什么权利 现在自己和秦木卿有婚约 或许能借助宁国府接触接触武功 江公子 金玉秦府有贵客前来 老爷请你到大厅内相见 什么贵客 为什么要见我 江涵便住在这里吗 老夫终离无用 是你老丈人的朋友 没手摸鱼 可是你做的 这人身上穿着如衫 应该是个如生 再看便宜老丈人脸色带着恭敬 这老头估计身份还不低 正是江末所写 好才华 老夫恰好有一副丹青 却尚未提示 贤智有如此才华 是否能帮老夫在这幅画上提一手势 做一手势而已 不过举手之劳 只要先生不嫌弃在下那点微末本事 提一手势有何不可 那就劳烦贤智了 钟离大如人称是画双绝 由上画眉 一幅墨眉土 在京都可以卖出两三千两银子 这么便拿出一幅 倘若江涵做的诗不好 糟弹了这幅画 那可是损失了两三千两 这幅画先留在此处 先知好好想想 老夫明日早晨再来举话 不用明日 今日便可提示 岂能现场做事 这小子到底是拖的 还是真有本事 早上他吓唬江涵的事 自己还没找他算账 竟然还敢过来 不会是又准备来打人吧 哼 母亲 你来做什么 呃 我来看看那个人 朱莉先生 江某的字不太好看 怕坏了你这一幅画 哼 现在不管写了 就找理由了 那没事 我来带你写 你念就好了 这么软的手 竟能打碎石洞子 那边有凡琴姑娘了 这小夫妻 倒是挺有意思的 我家喜宴吃头树 朵朵花开 但莫痕 老生畅谈 这两句 比起墨鱼开篇两句 可差得太远了 不要人夸好颜色 只留清晰满乾坤 哦 好事 好事 此事夸得虽是没话 但又何尝不是在夸忠立大儒 好一个只留清晰满乾坤 忠立大儒逃离满天下 清正连结 当得上这首诗 这老头居然是位大儒 原来是忠立大儒 小子有眼不识太善 既未远赢 还且恕罪 贤之何须多远 老夫还有多谢 你在我这幅画作上提这首诗呢 这个人便是忠灵无忧 听说年轻时 用一口烂铁打造的铁剑 竟连毕三十清零盗贼 其中并不缺乏武道高手 这日时候不早了 老夫还有事 就不便再讨论 老夫便住在暗乡书院里 贤之如有谁家 就拉暗乡书院和老夫应差 小子一心求学 正想向忠立大人讨教 待来日闲暇 一定到暗乡书院拜访 那首诗 有那把好吗 忠立大儒对江涵的态度也太好了 甚至有种同辈论交的意味 若非怕吓到江涵 真想今晚就把逆女绑了 送到江涵房里 生你煮成熟饭 好诗 好诗 恐怕这副丹青的价值 料翻个两三倍 只是这字却有些娟秀 这字 并非江涵了 他说他字写得丑 乃轻重的女儿 轻悟轻锁线 原来如此 那秦仲得到了什么消息 还是说只是想找你提携他的女婿 或许仅仅是为了让我提携他的女婿 不想得到了消息 向爱秦震并未投入什么消息给他 嗯 我关秦仲不是有心机的人 你觉得他这个女婿如何 文思敏捷 才华横移 是个了不得的才子 而且也很会做人 这个才子 你要不要收入门家 老师 你要我查的那个江涵 我已经查到了 此人身是清白 乃清河村人 秦仲举办选序文会 江涵不仅对上对子 还做了一手摸鱼 成为了文会的魁首 但此人也是奇怪 先前分明默默无闻 一下子就冒了出来 你量起来吧 这个江涵虽然才华横溢 可惜 他却是宁国府的女婿 还是个坠婿 宁国公虽远离朝堂 但他哥哥成国公 却是朝行上博弈的一方 时早宁国府也会被拉下水 江涵已和宁国府绑定了 若宁国府被拉下水 他也难以脱身 这个人我就不收了 以后可不要后悔 说我没把人让给你 我门下家土众多 不缺这一个才子 钟离大如为人清正 可不是送送礼物就能讨好的 但今日江涵这种讨好 就恰到好处 他们两人的事 我得找他去聊聊 去他喵了 两人关系不好 这都发展到这里了 两人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那首诗 钟离乌游怎么就那么喜欢 这不是很明显吗 秦大小姐竟然看不出来 那首诗本小姐瞧着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那位助理大如却那么喜欢 这样的事本小姐好像也能做得出来 原来秦大小姐也会做诗 不妨做一手让江某平平 做就做 有什么了不起的 有了 无上呼闻鸡渣叫 原来麻雀在乱叫 一个石头打下来 把猫烤熟吃着面 这起木青果然要颜值有颜值 叫文才有颜值 此时生动有据 极具生活气息 无上呼闻鸡渣叫动感十足 一个呼字恰到好处 写出诗人对于无外叫声的好奇 而汉连的乱字 更是写出麻雀叫声之噪噪 让人如通之身其中 我怎么听得一愣一愣的 这首诗还有这么多层意思 这是真有那么好吗 可好 极好 那你为什么在偷笑 我只是想到高兴的事情 我家里的母猪生了就胞胎 你分明就是在 你别嘲笑我 你不要再笑了 你找打 不要 女侠饶命 还敢抓我的手 还敢压我 给你胆子了 女侠神功盖世 威震武林 小的有眼不实太善 还请女侠饶命 小的从今以后 绝不敢冒犯女侠 这次本小姐就饶了你 再有下次 可就没那么容易 这母老虎 咋这么能打 我一定要把这句 孱弱的身体练起来 好是跑不掉了 长得倒还可以 就是暴力了点 姑爷 要去送勤俭了 还有老爷吩咐 让你和小姐 也到汉箱书院一趟 将勤俭送给钟离大人 我知道了 好家伙 这个世界竟然还有这种小说 猴闷敌女 这不就她自己吗 看什么看 本小姐看书不行吗 行可以 如果我把前世的四大名著武侠小说都抄出来 那不是轻轻松松就能赚到一个 我在这里赏灰花 你自个进去送请柬吧 嗯 那我进去了 兄台可知钟离大儒住在哪里 自然知道 大儒便在书院西侧的紫玉楼 不过现在过去却未必见得到钟离大儒 这是为何 近日鹰家的鹰亭里 原家的元璧 都前来拜访钟离大儒 原来如此 我谢兄台告知 江涵 你来这里做什么 谁让你来这里的 赶紧滚出书院 有志明 一个秀才 曾在于孟开私塾授课 经营受暗箱书院雇佣 成为一名授课夫子 原生在他的叔叔读过书 后来却因为原生太过愚钝 被柳志明赶了出去 哼 竟柳的 你只是暗箱书院的夫子 恐怕还没有资格让人离开暗箱书院吧 何况这次我来找钟离大儒 是受到他的邀请 我没资格 我不让你接你就休想信 还受到钟离大儒的邀请 这话说给鬼听鬼都不信 便你这个愚不可及的东西 钟离大儒邀请谁也不会邀请你 赶紧给我滚出暗箱书院 否则我叫人把你打出去 我如今是宁国府的女婿 几日前给钟离大儒的话题过失 如今应钟离大儒之约而来 你敢赶我离开 你给钟离大儒的话题是 欢宁国府的女婿 真是笑死我了 江汉江汉 老夫知道你只是蠢笨 没想到竞傻到这种程度 言这种谎话你也说得出口 钟离大儒是瞎了眼才行 你在话上提示 宁国府是要被抄家了 才找你做女婿 江汉他怎么被拦下了 我下去带他上来 我急 先看看这江汉 怎么处理这件事 这个江汉是怎么回事 怎么大儒对他的态度 好像有些不同 他就是江汉 亲大仇未来的丈夫 很好 我倒要看看你是不是真的要灰热的走 你这读书人真是把书读在狗身上了 牙尖嘴利的小色 再不走 我把你丢出去 既然想要看我怎么处理这件事 何不就趁这个时候 好 你要赶我走可以 待会儿切记 千万别回头请我 刘夫子 承蒙你先前对我的百般羞辱 江某无以为报 在这里送一首打油诗送给你罢了 万条油味变出黄 以得东风誓变狂 几把飞花蒙日月 不知天地有青霜 刘夫子 这是送给你了 好一个 万条油味变出黄 以得东风誓变狂 诸位不妨猜猜 这说的是什么 不是听说那江汉愚笨吗 愚笨的人能这么快便做出一首诗 击负柳志明 这母大冲的相公才思敏捷 难怪此人能对出情众的那个上脸 有这般失财的人 以前怎么去碌碌无吻 真是聪明 听不懂的还以为他真的只是在做事 实际上却是在骂人 宁国府选中的女婿 才华怎么可能差 这小子竟然真的成为了宁国府的女婿 那怎么可能 这江汉小友是老夫的客人 柳志明 你竟敢敢跑这么一大厨的客人 快把人请回来 否则我要你吃不了兜着走 有志明心中翻起了惊涛骇浪 魂而弄不清楚 这短短几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江汉的身份竟然从一个穷困潦倒的书身 转变为钟离大儒的客人 周山海不仅是这暗乡书院的愿君 更是一位举人 周家也是望族 惹恼了周山海 以后就别想在云梦城讨饭吃了 江汉 我 我不知道你真的是钟离大儒的客人 还请你回去吧 是才我说了 你要赶我走可以 但要切记千万别回头请我 这番话没有变 江汉 江汉别走 我教过你一段时间 你就看在我曾经教过你的份上 饶了我这一回 跟我回去吧 看在你曾经百般侮辱我的份上吗 柳夫子 不必如此 告诉 江汉小有莫管他了 老夫尚要感谢你上次给我的莫眉图提示 上来医术如何 既然钟离大儒说了 那别算了 这江汉怎么好像变了一个人 从前不是这样吧 钟离大儒 这个月便是我和秦小姐成婚的日子 小子冒昧想请您出个时间前来参加我与秦小姐的婚礼 秦忠与我本就是朋友 你小子我也甚是喜欢 你和他女儿的婚礼 我必定会到 钟离大儒要参加秦莫金和江汉的婚礼 那这场婚礼的盘点可就足了 叔叔啊 你和那柳志宁是怎么回事 江汉就把之前怎么侮辱打骂原生的事说了一遍 小人不敢了 都是小人有眼无珠 淑慕蹭光 求终密打如原谅 姑子 谁导你进来的 身为夫子 打骂学生便也算了 仍能解释为为学生好 百般羞辱 这算什么夫子 以前小子也会因为柳夫子的羞辱而念在心头 彻眼难眠 但如今大梦觉来 使觉人生如东流之水一去不复返 沿途之风景 虽然险阻 回味起来却苦中有干 既然我已做事给了柳夫子 那么前番怨愤也一笔勾销了 柳夫子 你离去吧 我直至四十岁时才领悟了人生的道理 而江汉才多少岁 不过二十岁吧 这两个人 应该就属于孟四大财孙中的两人了吧 元斌 元家的长子 这元家也算是家 殷廷离 殷家的长房在京都做官 据说这殷廷离的堂哥还在京都认太子是独 殷家也算得上全是宣赫 此事真耐勇美的千古家座 哪里哪里 离千古家座还远着呢 这事只是随手胡写 只能算还可以 原来这事只是江兄随手胡写的 那么说来江兄要是认真写来 还能更好咯 认真写来 那自然更好 哦 那英姆倒是好奇 江兄认真写来的事会是什么样 可否请江兄现在认真写一首 让我们见识见识 这话瞬间叫原房间中的火要为瞬间浓了起来 此次有些事才自傲 竟看不出英廷离在讥讽他 既然英雄想看江某认真做一首 那江某就认真一下 此书既有十里梅花 那小子便以梅花为题 付诗一首 又以梅花为题 那幅墨眉图上的诗句便是以梅花为题 已算得上佳作 而现在江海仍要再写一首梅花诗 要知道 一个人才华再好 也难以在一个事物身上 创作出两首酸了上佳作的诗词 冰河英廷离心里不舒服了 这小子也太能装了吧 好 我就洗耳恭听啊 这时候 秦务卿也带着婢女清平来到门口 他对赏梅之事也是一时兴起 上了一会就听清平来报 说姑爷被一位夫子挡住了 谈不上喜欢 但毕竟是秦府的人 岂容他人羞辱 气势熊熊就带着清平来了 你看什么 没 没事 现在一看到这母大虫 圆冰腿肚子就发软 勇梅的佳作实在是太多了 该唱哪一首呢 真是不知所谓的小子 吹牛不打草稿 如今想不出来了 瞧你如何收场 怎么送个情节还要作诗呢 有了 众方摇落毒薰炎 占尽风情笑小园 书影横鞋水清浅 矮箱浮动玉环会 双琴玉下仙偷眼 粉蝶如枝和断魂 信有威影可消暇 不须谈板共金孙 一首清律银罢 钟离大儒当即站起身来 神色轻易 双眼放光 好诗 好诗 这首诗 当真是千古以来 用梅之作众的第一 好诗 好诗 为什么是好诗 其实他并不知道 但一来这诗 他一句也听不懂 那一定不差 二来钟离大儒都说好了 这诗能差到哪里去 袁某刚才只当江兄轻狂自大 就没想到江兄说的 竟然是真的 倒是轻视了江兄 此诗 小子于命名为 赠钟离无忧大人 不知大儒意下如何 好 那便依你依子命名 我与其小姐尚且还有事 歇行告退 改日再写诗文 前来拜访钟离大儒 好 你何时要来 老夫必定侦查以待 众人都是一惊 钟离大儒这种语气 不似跟后生小子说的 倒似跟同辈说的 随后众人也都离去了 此字 是知福的除凤 数度考不上同生 于本呆滞 只怕全是他的伪装所为的 必是一招的一鸣惊人 这样的人 星星击驾 或许可以将他招纳进黎明寺 黎明寺的人 需得身手不凡 且对陛下忠心 四次只是一介文弱的儒生 黎明寺乃是近几年大于方才建立的监察部门 只为陛下负责 直在监察天下 虽然黎明寺成立的时间段 然而却以凶名赫赫 令百官感到胆寒 虽说这小子不会武功 但以其心性 却足以做一位黎明使 且他是宁国府的姑爷 有这一层身份作为掩饰 不容易被人发现 不过你顾忌的掩饰 嗯 四剑 你去跟着他 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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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